近头来到南非的约翰·尼斯堡 在当地的中华民国旅匪高尔夫球会联合总会 举办庆祝105年国庆杯高尔夫球公开赛 而南非各地区高尔夫球会的球友及各界人士 共150多人参赛 那么祝南非代表陈中 致辞的时候也祝贺中华民国国运昌隆 桥界平顺安详 天气晴朗万里无云 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约保高尔夫球场入口处随风飘扬 让走进球场的每一个人拍照时显得格外神采奕 中华民国旅匪高尔夫球会联合总会 举办庆祝105年国庆杯高尔夫球公开赛 包括驻南非代表陈中 副代表石球茂 南非各地区高尔夫球会的球友以及各界人士 共150多人参加 桥界大佬甘居正 更以93岁高龄参赛 精神可嘉 随后贵宾们陆续开球 让比赛还没开始就先掀起一波高潮 比赛分A组 B组以及长青组 赛场从早上一直进行到下午 大家都发挥自己的球技 以球会友相当尽兴 晚间在球场大厅举行颁奖典礼 以及晚宴联谊 陈中代表致辞祝贺中华民国国运昌隆 桥界只要这个会打高夫的 或者喜欢其他高夫的朋友都来参加 同时我们也邀请了这边的商界领袖 比如说南非工商协会的主席 Bushi Kumaru 还有其他政军方面各界的高层来参加 那么大家皆大欢喜 尤其是今天天气这么好 象征我们未来这个国运昌隆 所以是我们今年政党轮替以来 第一次的国家的欠点大日 今天很荣幸的我们可以邀请到 这本地的主流一些主流人士 很多的白人朋友黑人朋友 一起来庆祝我们的国家 这个对我们的国家这个知名度 还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希望我们大家在海外 一起打拼的同时 能够为我们的国家 都尽一点外交的心力 石声帽颁发奖杯给A组冠军 当地主流人士阿神顿 中华民国旅北高尔夫球会 联合总会总会长谢炳松 颁发奖杯 给长青组第一名刘建宏 陈中代表则亲自颁发优感奖 接着在陈中代表金雕下 谢炳松把硬性交给 新任总会长陈彦长 我们在这里举办 中华民国一百零五年 国庆杯高尔夫球比赛 大家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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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旅北高尔夫球会 联合总会 每年举办国庆杯高尔夫球公开赛 目的在增进各球会间联系 并与当地社区交流 同时庆祝中华民国 双十国境 强化侨胞对国家的详细力 台湾红冠军事苏展庆 南非约翰尼斯堡采访不到